这个地方公司部分要怎么样输入上去 并且你做完一个之后 向下向右全部一起合成 可以全部做完 那做完的方式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 公司的话 因为我们的存款率 存款假设是60万好了 那也就是我今天放到银行 那要乘上多少 乘上瓜糊 因为我本身本金是一 再加上利率 利率部分的话是年利率 年利率 然后再把它刮糊 那后面因为是负利计算 所以是几次方 所以几次方就几年的 就是自己本身 第一年是自己 第二年是自己在乘上自己 就是1加上A4在乘上自己 所以这边的话 我们可以有几次方的话 SHIP加上6 这个符号就是几次方的意思 那几次方的话根据年 年的负利计算 所以是上面这个 按打勾之后 这个部分的话公司又算出来 一年之后 我是等于60750 那这个部分后面750 就是我们的利息部分 那当然你第二年也是一样 你就是 所以这里的话 我们会牵上来 第一个说我怎么样 点两下之后 自动可以填满 因为不一样的年利率 我会给不一样的结果 对不对 那所以往下填满的话 你会发现这现在 填满会反而发生错 为什么 因为没有锁定什么存款金额 这个存款金额一定要锁定 所以存款金额的话 我直接在那边按一个F4 OK 和打勾 打勾之后的话呢 那当然 如果这样直接填满 第一年是没有 第一年的话会产生问题 哪里有问题呢 特别注意 这个地方应该是B3的地方 你下面这边B4 那不对啊 应该怎么 要把它固定住 可是我们以前的习惯 会把B3给锁定住 对不对 如果这样的话 打勾 打勾往下填满 第一年是OK 没有问题 可是问题第二年会不会OK呢 就是你向右拖拉 这地方向右 其实向右结果不会正确 为什么呢 因为呢 我们这地方 如果你向右在填满的话 填满过来你会发现